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在长征五号准备发射的同时 由长征二号F运载火箭分别搭带的天宫二号和神舟十一号飞船 于十月十九日成功实现太空交汇对接 航天员景海鹏和陈东入驻天宫 开始了为期三十天的太空铸牛生活 除了传统大戏外 世界首科量子科学实验卫星莫子号的成功升空 使中国的航天事业多了一抹哲学色彩 新一代中型运载火箭长征七号首飞成功 则拉开了空间实验室任务的大幕 2016年的中国航天事业 可以说是高潮迭起 好戏不断 也是这一年中国航天迎来了他一家子的生日 让我们把时针拨回到六十年前的秋天 一九五六年十月 从美国辗转归国的钱学森 受命组建了我国第一个火箭研究院 国防部第五研究院 并担任第一任院长 开始了我国导弹的研制工作 当时整个中国除了钱学森本人外 几乎没有人见过导弹长什么样子 钱学森只好白手起家 培养我国自己的导弹人才 开始了中国航天慢慢创业之路 这张照片拍摄于1994年8月22日 合影时这四位老人的平均年龄 已经八十岁了 很多人对他们并不熟悉 然而他们的背后是一段新中国国防航天事业开拓的风云历史 如今我们熟知的长征系列运载火箭 东风系列导弹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风云气象卫星等等一系列航天工程 如果查阅他们背后的资料 总能在总负责人的名单中找到他们的名字 他们就是我们今天故事的主角 导弹与控制技术专家黄伟路 火箭技术和结构强度专家徒手握 导弹和火箭系统专家两手盘 火箭发动机专家任心 他们因为在航天领域为我国做出的卓越贡献 被人们尊称为航天四老 六十年前和钱学森一起创业时 航天四老还是平均年龄四十岁 刚从海外回国不久的有为青年 当时很多人对我国自力更生研究导弹产生质疑 认为我国没有能力制造自己的导弹 但是被任命为东风一号总设计师的两手盘 从一开始就不这么认为 德国人做的时候是地球上就没有人做过 我们现在只是说中国人没做过 地球上是有人做过的 我说我们不能够这么一点自信心都没有 作为入门中央决定力争外援学习导弹技术 这张照片记录的是1956年12月19日 中苏双方在北京举行的苏联P1导弹交接验收及签字仪式 从此中国正式开始了导弹的拆解研究工作 作为中方代表在协议上签字的 就是航天思老中年龄最大的人心民 1957年底 前苏联援助的两枚P2近程弹道式导弹 秘密运抵中国 仿制工作随即展开 这就是我国第一枚仿制导弹 东风一号 但是任心民一下子发现了其中的问题 竟然没有关键的发动机试车台 及试车规程等资料 问及苏联专家得到的回答是 你们的发动机搞成了 到我们苏联去试车 没有试车台发动机造好 就要运到苏联试车 永远受制于人 前苏联的目的显而易见 在一枚技术二枚经验的情况下 任心民坚持要造中国人自己的试车台 最终这一条路走长了 这个东西不靠私利根深 你靠谁啊 你靠别人帮你吗 人家不帮你帮你 你怎么办 作为我国第一颗导弹 东风一号的研究 倾注了任心民等人全部的心血 然而 就在1960年东风一号发射前夕 赫鲁晓夫单方面撕毁了协议 撤毁了所有圆华专家 当时的情形 是为航天四老之一的黄伟禄 记忆犹新 任老总讲 我们一定要搞出我们的正气大 正气大 正中国人民的志气 那大家听到任老总的这个动员报告 大家进头一开始 实际上没有好像就是好像失望了 没有希望了 那大家还是努力去干 甚至比原来干得更猛一点 1960年11月5日 在祖国的地平线上成功飞起了我国自己制造的第一枚导弹 东风一号 这是我国军事装备史上一个重要转折点 首战告捷极大的鼓舞了国人研究导弹的决心 大家迎难而上 开始突破从仿制到独立设计的难关 两年之后 东风二号随之诞生 却在任心民四人信心十足等待发射成功的好消息时 给了他们当头一棒 发射几秒钟后 东风二号在空中失去控制 仅仅停留了一分多钟 就炸毁于发射台前方68米处 土手鳄作为东风二号总设计师 提起当时的情形还心有余悸 我相信起来说 很快就炸毁了 炸毁这个待遇下来 这个炸毁 这个炸毁对我们讲 是一个很大的 很明关键的一种 因为你通过这个炸毁 这个商民要求 很好给您做事 炸毁您 大家做的时候一定伤心 人都不知道怎么办 你让他们吃了这些话吗 失败没什么口罢 你做事例嘛 从与失败于成功 问题是你失败以后怎么办 他是去给你鼓励 然后呢 从他的足度 帮助你们 唱着这个表情 哪个表情 找大事与失败 干什么经济 在总结了这次失败经验后 1964年6月 中国终于成功发射了 自行研制的 射程为1200公里的 中进程导弹 东风2号 1966年 两弹结合 是中国终于拥有了 真正意义上的导弹核武器 时间来到70年代 在积累了东风1号和东风2号的经验后 任新民四人的知识积累走向成熟 他们开始各执一半 扛起了各种型号导弹和火箭的研究任务 任新民着重运载火箭的研究工作 屠守恶则坚持在东风系列导弹的研制上 着手研发8000公里以上的洲际导弹 黄尾陆配合我国的核动力潜艇研制 开始我国自己的潜对地导弹研究 两手盘则转战返航导弹 为我国的海防事业贡献力量 在东风2号发射成功之后 屠守恶坚守在东风导弹的研制上 作为总负责任之一 相继完成了中程导弹东风3号 和中远程导弹东风4号的发射任务 此时中国导弹的最大射程 已经由600公里增长到4000公里 开头没有三位打射体导弹去做计划 开头的时候有够一个计划 它在射导弹往打射体导弹构起 你为什么打几个队 那时候不是8000事弹 事物弹的话一个是进城的 这个是中远程的 然后又是中远程的 还有一个远程的 不过打射的话 最后一个带了射星 有87公里以上 1980年的5月18日 中国第一枚远程运载火箭 发射进入倒计时 实际上它也是洲际导弹东风5号 它将从西北深处的大漠穿越1万多公里 到达南太平洋一个半径为70海里的远行区域 这次发射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 当天上午作为总设计师 图首恶在发射命令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上午10点 随着一声发射指令 东风5号拔地而起 飞向长空 30分钟后 东风5号准确命中预定海域 这次发射成功 使我国成为世界上 继美国和前苏联之后 第三个进行洲际导弹 全程飞行试验的国家 东风5号和它的衍生型号 至今仍是我国战略性武器的中间力量 并不是每个人的研究之路 都像图首恶一样顺利 就在图首恶研制东风5号的同时 黄伟禄也接到任务 开始配合核潜艇的研制 研发我国自己的固体前对地导弹 但在动乱的环境中 科研工作受到了严重干扰 加上早期论证方案准备很不充分 致使前对地导弹的研制进展十分缓慢 黄伟禄也受到了波及 我靠边站了 但是同志们对我还是比较尊重 所以在文革期间 我有戴高帽子邮件 至少我还是会互动和自由 所以他们在做试验的时候 我一直去 虽然我就去他们短刹倒水 做做记录 有的时候看到有问题 那我就说 最初呢 我将我提个参考意见 那么看合设不合设 合设你们就采用 不合设等我放屁了 一直到1979年 黄伟禄被重新任命为总设计师 前对地导弹的研究工作 才有了突破性的进展 1982年10月 我国第一枚前地导弹蓄势待发 为了发射这枚导弹 我国向全世界发出了近海通告 在第一枚导弹的时候 大家都认为 这个是白河苦衣完成任务 等到这个导弹一打上去 没多少时刻 就是像挺于上花样 就在空中就炸了 自己炸大家都傻了 一个不晓得什么原因炸 一个就是大家辛辛苦苦的 干上这么多年 干出这个城堡出来 结果一下炸了 通过一个星期的紧张工作排查 导弹自毁的原因找到了 相应的措施也迅速跟进 此时离我国向全世界发布的 近海公报的规定时间只有一周了 如果发射成功 我国将成为世界上第四个能自行研制 第五个能从潜艇上发射战略导弹的国家 而在这期间黄尾陆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两个星期之内减掉了22斤的体重 所以冬天一年 这个冬天一年 在最后一天了 默区发现目标 就是半周区已经发现这个目标 大家很高兴 然后在半周落水 冰情报告这个是落点实际上 标准的范围里面 那是冰湾成功 而这次大家康复 莫视上的地 跑到天上去 当时潜艇导弹的技术 只有少数几个国家掌握 它的重要意义就在于 在受到一次核打击后 拥有进行第二次核反击的能力 它与核潜艇的结合 成为我国战略核武器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温温尔雅的黄尾陆不同 航天四老之一的两手盘 被人称为导弹怪姐 1984年 国庆35周年阅兵式 当中国的导弹方阵走过天安门广场时 管理台上的外国专家 一下子都站了起来 他们惊呼 飞鱼 中国飞鱼 被外国史官们称为飞鱼的导弹 书记上是中国生产的英机8号 即C801反舰导弹 它们的总设计师就是两手盘 飞鱼是法国代号为AM-39空舰导弹的名称 外国专家之所以会如此敏感 并不是因为它们的外形与飞鱼极为相似 而是源于发生在1982年的那次著名战争 英阿的马岛之战 就在这场被世界军事家们称为 20世纪第一场现代化的战争中 造价为1.5亿美元 被誉为英国人骄傲的谢菲尔德号导弹驱逐舰 却被阿根廷军队用两枚从法国进口的飞鱼导弹 一举击中 第一次参加实战的现代化军舰谢菲尔德号 很快就沉入大西洋海底 将它击沉的法国飞鱼导弹因此声明确起 而世人不知道的是 当时的中国已经有了同类型导弹 性能与飞鱼不相上下 1963年前学森克两手盘在一次科技会议上 根据导弹发展的趋势提出用冲压发动机作为动力装置 研制低空超音速反舰导弹 但由于当时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研制过这种型号的导弹 所以一开始他们的提议遭到了很多人的质疑 有人就说了超音速反舰导弹 当时来讲说苏联也没有美国也没有 就你三年赖蛤蟆想吃天鹅肉 我也不管我也不理 我说毛主席号的我们说管它什么国管它什么蛋 我们一定要超过 因为是部里来的交给前森副部长 前副部长在我写的那里写了一句话 同意两手盘动手的意见 1970年低空超音速反舰导弹英机一号和海英三号正式被批准研制 在1984年的巴黎航展上 当飞行速度达两倍英速 最远射程达45公里的英机一号C101一亮相 立刻引起了轰动 它被誉为最令人惊讶的超低空超音速反舰导弹 航天四老中 由于任新民曾担任试验卫星通信等六项大型航天工程的总设计师 所以被航天人亲切地誉为总总是 这幅题字在旁人眼里或许是志同的涂鸦之作 但却是任新民女儿保存的珍宝 这是任新民于2017年元月为长征五号提写的祝福 此时距离他逝世不过一个月的时间 虽然年逾百岁的身体已经不允许他完美地控制毛笔的力道 但却倾注了他所有的精力 一如对待他研制的每一个型号 1970年任新民临危受命担任长征一号总负责任 就在长征一号发射前的最后几天 周总理常常点名要任新民去汇报情况 1970年4月24日 当长征一号运载火箭搭载着东方红卫星 从大漠戈壁腾空而起时 任新民就在离发射塔架最近的掩体中 见证了这振奋人心的一刻 46年后 2016年11月3日 长征五号发射成功 从长征一号到长征五号 任新民见证了中国运载火箭系列 从出生到成熟的历程 四个月后 任新民与世长辞 航天四老在天堂重聚 回顾他们的故事 就像是在回顾中国航天六十年发展时 航天四老的故事结束了 但我们不应该忘记像他们这样老一代的航天人 在一穷二白的环境下 独立自主建立起了我国自己的航天事业 为新世纪我国航天的大发展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他们电机的平台上 更有威慑力的战略性武器 不断坚持着中国人的脊梁 将会有更多的运载火箭 打载着载人飞船 人造空间站 以及深空探测卫星上天 继续书写我国航天事业的辉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